来到基隆宠物银行 副市长邱佩玲 产发处长林鼎超 关心犬肢收容情形 由于犬舍尚未取得 使用执照 上月还传出一度断水断电 虽然目前已经解决 但宠物的物资还来不及被棋 就像我们小爱爸爸 谢市长常说的 基隆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我们在冬天在过年前 先让我们的毛小孩 过一个很棒的冬天 东森集团旗下的东森宠物 得知金融宠物银行的困境 由东森宠物总经理郑大智 代表捐出主食罐 看物店及猫抓板 甚至连宠物银行急需的烘箱 总共捐出了20万元的物资 让毛小孩能敢在过年前 来得及用上 对啊那今天总裁的部分 也常常在讲 就是说我们早期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讲说 小时候教书的时候 就是说为善不与人之 默默行善 那事实上做企业的部分 就要大大方方 开大门走大陆 那应该是为善要与人之 那我们是抛砖引玉了 所以我们才讲说 小爱爸爸的部分不简单 我们讲说 他是这个大爱的行动 那当然我们就一定是 要来共襄盛举了 捐资仪式由副市长邱佩玲 产发处长林鼎超代表 接受东升集团的捐赠 邱佩玲也颁发感谢状给东升集团 感谢集团的善举 因为刚好 助长知道的时候 告诉我们是缺水跟缺电 当时最早还希望提供水 当时最早的时候 那我觉得一把这个新闻一披露之后 王总才看到了 马上就拜托我们政大支总经理 希望可以给宠物银行更多的协助 我们很希望有小爱爸爸的精神 谢果然市长常说的 把爱到每一个角落上 所以我们等于过年 给我们所谓宠物银行一个大红包 让毛小孩好好过年 其实我们目前宠物银行 还没有完全完工 也还没有完全完成 但是因为过年期间 我们还是要确保 这个毛小孩 可以有足够的这些物资 然后还有足够这些保暖的设备 那很感谢东森宠物 然后还有感谢东森集团 可以在过年前捐的这一批的物资 让我们的毛小孩 可以好好地过一个好年 东森宠物除了捐赠物资 今年计划在基隆展店 希望能够提供市主和毛小孩 最完善的服务 东森宠物的部分 虽然是全国最大的 我们讲说连锁店 现在也有130家的店 可是今天来讲 确实我们在基隆的部分 并没有店了 那今天就是我们讲说 有这个机缘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那也期许 我们讲说在今年度的部分 能够在基隆市的部分 直接把东森宠物的店给开出来 可以对东 我们讲基隆市的这些毛小孩 不管是望星球来的 望星球来的部分 能够做更直接的照顾 从线上 这个我们讲云端的 这个电商服务的部分 能够走到线下 对于东森宠物 将在基隆成立实体店面 副市长邱佩玲表达诚挚欢迎 也允诺是否会全力协助 希望造福所有基隆地区的毛小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